美国人看球赛 通常要吃个热狗爆米花 而台湾人看棒球 只有配香肠最对味了 但新庄的棒球场外 常常看得到荤岛北 陈县问 他推着推车 卖起了大肠包小肠 烤到香气十足的蜜肠 切拌之后 再抹上它精心提炼的酱汁 接着放上独门炒制的 白芝麻炒菜薄 还有香肠 这对死中的球迷而言 是一种看球赛的仪式感了 至于为什么它叫做荤岛北呢 原来它也曾经是一名球员 有出色的手臂功力 只要球打得到它手臂的范围 都荤岛的 香肠 米肠 在热烘烘的烤台上轮流翻滚 挑出阵阵香气 但来自四面八方的韬铛们 倒不像是闻香而来 仿佛都已经早已锁定好目标 不管队伍排得再长 他们也是非买不可 这下满常吃到有来看球赛的时候 都会吃 还蛮好吃的 也很好吃的 它的米肠的颗粒感蛮足够的 我觉得香肠也很有味道 好吃 每次只要一个球赛就会来买 很软 然后香肠很香 肥皱适中 好吃 吃起来很好吃 然后它那个糯米都毅力分明 最多可以吃得到那个香味 然后那个香肠 也是煎得恰到好处 都很多汁 好吃 大腾加萝卜干 还够吃 咸外吃的 退料 要算退料 在烤台前忙着翻烤香肠的 正是老板陈县问 熟悉的球迷都叫他昏丢贝 昏丢贝的香肠摊 从民国六十八年就开始营业 他的香肠就连许多球员都买单 像是王建民就曾是掏客之一 叶军章 彭正敏 林志胜等明星球员 都是摊位上的常客 只要新装棒球场也球赛 几乎都能看到昏丢贝的香肠摊 对于死中球迷而言 看球之前不先来找昏丢贝 买个一组大肠包小肠 仿佛就像看电影没吃爆米花一样 少了些许意识感 那他们都会来吃这样 因为每次都少了一个感觉 平常有在外面打球 河边都会卖这种大肠包小肠 吃起来味道都很有这种感觉 很有记忆的味道 吃这个配球赛觉得怎么样 爽 有球赛的幸福 就有球赛才有哦 这个遇不到了 哪里来了 哪里的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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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阜房的 蓝色的阜房 要煮顶 我要带来 这样呢 好 好 昏丢贝的最佳左右手 老板娘庄熟丽 在一旁负责点单算钱 招呼客人 跟着昏丢贝征战各大球场 也渐渐从门外汗 成为看球专业户 现在都昏丢 就是站外面 大家叫来都昏丢 昏丢 她说这个以前我来站 大家也钓过来 可以让我滑过去 原来昏丢贝在烤香肠之前 曾是社会遗祖成棒球员 在球队内担任外野手 还曾代表台湾出国比赛 可惜没有载玉归国 迎面而来的经济问题 让她只得面对现实摆起香肠摊 但棒球仍然是她心中最大的梦想 她心想 既然打不成棒球 但至少可以离现在的棒球近一点吧 于是她开始逐球场而居 在球场旁卖起烤香肠 一卖就是四十多年 辣椒 蒜头 蒜苗 红葱头 用香油拌炒出香味 昏丢贝让自家大肠包小肠 更上一层楼的得分关键 就是白芝麻炒菜不? 这些东西 白芝麻炒菜都不太多 将芝麻炒菜 葱花就不错了 夫妻倆快速打攤 這小小一台攤車 迅速漲出三透六臂 雖然距離球賽開打 還有好幾個鐘頭 但有許多球迷早已是迫不及待 先買個一組解解禪 這個小辣 一組還有什麼 不會很甜 因為有些碳烤的東西 它醬會偏甜 可是它不會 然後又吃辣 我就覺得還不錯吃 我以為是甜甜鹹鹹的 它沒有甜甜的 然後是花生粉的味道 好吃 就這樣 昆貂貝就一路緊跟著球場過生活 他跟莊淑莉過日子 不看日曆 而是看賽程表 你不知道該怎麼會 該怎麼會 該怎麼會 曾經一天最多賣出七八百條香腸 到最少只賣五十條 昆貝看著職棒從無到有 陪著他走過高峰 跌落谷底 警察紅單從沒少過 更曾一開攤就被罰了四千八 但他始終沒有離開過 這樣的堅持 最終讓他迎來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刻 好 來 倒數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請投出 好笑 中信兄弟的復古趴 請來場外賣香腸的粉調薄 陳憲問開球 有這天會再一天去球 這算是一種的紀錄 以前不危險 就是事實不危險 走到去球場 這樣算不危險 你走 加油 加油 好 好 先來場外賣香腸 我們要同時見 啊你呢 兩組一隻香腸 三下零比零 一人出擊 雷上沒有人 球迷陸續進場看球 昆貝也終於有時間 關心一下球賽 與其說是看 不如說是聽 能夠在球場旁 跟球迷一起關心賽事 對昆貝而言 也是一種幸福 開了超過四十年的老店 老闆一家人親力親為 從古早味的花生湯 到純手工蛋餅 樣樣都是半夜新鮮現做 而且賣的都是 很佛心的銅板架 也是新莊人心目當中 最傳統的美味早餐 要熱要冰 要甜要鹹 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傳統古早味的早餐 是難以取代的經典 陳家仁一大早就忙得團團轉 為的就是這一份讓客人 欲罷不能的堅持 蛋餅每天吃又脆又香 他們的東西湯也很好吃 他們的傳統書作法 這很久的 燒餅油條配上豆漿是基本款 又或是蛋餅搭配花生湯 是熟客心中的夢幻組合 所有品項都是少量供應 賣完現做 四桌的鍋爐煎台 熱力鼻吹 大爆汗已經是日常 剛開始炸的時候 手都會痠對不對 因為手一直翻 我一開始行 如果沒有給它用好的話 下去就會整個都完掉 從國小到國中 高中 那段時間如果店裡面 星期六星期天的話 我都會來店裡面幫忙 洗洗碗或者是 揍桌子這樣子 因為從小看到大 對不對 也不會有什麼抗拒 沒有被父親傳承的 豆漿店給嚇跑 反而是從小就待在家裡幫忙 做餅 炸油條 煮豆米漿 繁瑣的工作一樣都沒少 店裡頭的甜湯 也都是天天熬煮 花生湯的話 我們就是先把花生片給泡軟 泡軟之後 然後就是說它要用水先進過 進過十五個小時 最主要是我們做傳統的 你如果說煮不夠 它就是硬 花生片就是硬 如果煮太過頭 它花生片就變得爛爛的 大火沸騰後 轉以小火慢熬半小時 花生的口感綿密細膩 清甜爽口的花生湯 喚醒記憶中的懷念滋味 在這個講求速成的年代 越傳統也就越珍貴 超過四十年的光陰 卻是數十年如一日 就如同第一代老闆陳金池 按部就班的個性 對客人的誠信 不輕易改變 守著古早味 記憶是越傳承越永久 古東烤箱 可沒有溫度儀表可以參考 不能保證燒餅能否完美出爐 陳金池就是最棒的人工計時器 烤箱開開關關 任憑著經驗和雙眼掃描 來烤餅 這變得好啊 好啊 早餐名單中 一定少不了蛋餅這項清單 這是讓人一吃再吃 想念的味道 手工單餅一定要吃手工的 你像那個送來的那個不好吃 味道不一樣 負責建台區域是陳崇元的妹妹雅婷 接手把捏好的麵糰分成等筆大小 快速擀平下鍋加熱成型 一層一層疊出餅皮小衫 雖然利潤低 但是親情無價 陳家兩代人合力斷出國民美食 從清晨到中午 再從傍晚到凌晨 一天開業兩個時段 一共12小時 滿足每一張早起鳥 和夜貓族的嘴 總統 老師 請教授 我們來聽聽聽聽聽聽聽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